与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开心合影留念 被视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班人的 现任副总理兼财长黄勋才 结束为期四天的大陆访问行 当被记者问到中国大陆经济放缓 是否影响双边合作 黄勋才老神在在 看好对岸有庞大内需撑腰 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宣布 双边互惠免签将从15天延长到30天 并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议令书 近期中国大陆对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欧洲五国 以及马来西亚单方面开放15天入境免签 宣称已成功刺激观光消费 挤注景气 加快对外开放势在必行 因为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 大陆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有年间0.5% 连两个月复成长 其中猪肉价格更比去年同期 衰退31.8%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同步年间3% 连14个月复成长 同缩风险持续恶化 今年秋冬季节 天气总体良好 各类农副产品产量增加 肉蛋菜水产品价格小幅下降 带动了CPI环比小步回落 这个走势与多年同期运行情况基本一致 外资机构目的才刚下调 大陆主权债性贫展望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贝莱德智库也畅衰 直言投资中国吸引力降低 大陆经济前景打上问号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